大家好,我是PretorySoft 我今天講一下Cry JPC 2.0的Multicam Black版 Cry JPC 2.0之前也講過,不會講太多 只不過是看看MCB和MCB有什麼配件可以配搭 先看看這件東西 它是MCB,前面是MCB,CumberBand也有些MCB紋 內部,底面板也是MCB紋 後面也是MCB 底摩薩碟就是用黑色就不是MCB 然後Solderpad就不是MCB 但Solderpad裡面的Quick Releases也是MCB 這件是普通版,它也出了Marantine版 配件來說,現在畫面看所有物品都有MCB的顏色 只不過個人來說,我不是太喜歡Marantine包裝 因為我自己不是太喜歡網袋 所以我就沒有買到任何未見到的東西 而正常版就暫時出了一個Fest 但它也有一個袋鼠袋的前flap 但我不是太喜歡袋鼠袋,所以我就沒有買到那個 由上到下講一下配件,先講肩膀帶 那肩膀帶呢,我現在手上這些就是HUSA 那我就剛好有MCBHUSA在手上 可以轉到肩膀帶,如果你想要回MCB的話 除了HUSA之外,Ferro Concept有一個 HSGI,Tamber Scare,還有我手上的HUSA都有MCB 至於這些Pouch,我這個Pouch也有HUSA 這就是HUSA的iFabPouch 大概這些GPPouch,除了HUSA 還有SS,Ferro,XHGI,ASTEK,PSI和Tamber Scare 都有MCB式的布的Pouch 好了,來到這個Ply Card來說 Ply Card來說也是 SS的Ply Card就沒有MCB 但SS的MK4就是MCB 如果你想要多一點東西,就是前後兩層MP4 之前都做過review說過Traswake的MP4 所以SS MCB 然後在前面,如果你不想要Traswake這麼大的東西 如果Ply Card來說,想要插三架的話就有Ferro 如果你買了一隻黑色的Flip Panel 而上Moly的Map Pouch,XHGI都有 然後我自己可能會偏向ASTEK或者Tamber Scare的Ply Card 但是MASTEK你買的時候,要留意要買這隻的App Ply Card 如果沒有了那個字,就是正常的 後面叫穿Moly 你就可以買了一塊Flap來穿上去 而那隻就已經包了兩個扣 它後面就是刺不險的衣碟 所以你買兩個拿的扣,就可以直接貼上去 因為MCB的Ferro,我自己沒有什麼均本 所以想玩一些潮一點,或者個人喜好就算的 所以變成ASTEK或者Tamber Scare那隻我都覺得蠻漂亮的 而ASTEK前面有隻有分交WAP 和不交WAP 純粹是看你的MagazineHouse 你還想什麼上去 我自己就覺得不上去,就是漂亮一點的帽子 所以如果ASTEK來說,我就會買毛帶那隻 如果Tamber Scare的話,它自己有Laser Card 但你不上去就影響到它帶舊的 而Tamber Scare的Ply Card 裡面還有加回Instagram就比較好 因為我之前也做過Review,可以看之前試過Instagram的東西 既然另一隻Tamber Scare都會上去,就是PSI Gear 之前Hailey好像也推出過一期的MCB D3 CRM 但它不是長期有的 如果你有機會找到賣刀的話,那個東西都很漂亮 而另外,至於放對抗機袋 對抗機袋,我如果是JPC的話,我就一定是用SideWing 我之前早兩集都說過Videos的不同擺位和不同的Pouch SideWing的Videos多選擇一點 因為如果你come up and Pouch出來 你前面又有Pouch的話 基本上裡面是MCB或者黑色會影響不大 但如果你有強迫性,一定會用MCB的話 也有SS或者Fail去選擇的 而我自己呢,我最近覺得AIRLEG的Videos最好 可能我會買黑色的AIRLEG的Videos 就想去MikiFast都還未領 再說,這件JPC對我來說是比較輕盈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就不會想看太多Pouch在旁邊的東西 我就寧願加一個Z在下面,好一點 而Z來說,都是SS有 Fail Dengar Fail的Mini和正常版Dengar都有MCB PSI Gear也有 也就是剛才說的,Hailey有一個特別版出過一期 找到都可以找到的 我自己覺得Fail會比較好 所以我也可能會買Fail大或者小版 好,最後再說後面的背包 背包呢,之前如果有看過我講AVX或者JPC的Review 我也知道我自己不是太喜歡2.0的 因為2.0對它來說比較大一點 還有你背包2.0,小的那隻 即是三層那隻,除非你一組別人的話 就用不大一點,因為那個是給你組別人 拿來拿東西用的,就很少說自己去拿後面的東西 至於SIP1.0就沒有MCB 所以後面的版,我就未必用Qui Qui的後版,就未必那個牌子都適合 那你留意它這個鏈的高度和十八版的高度 那譬如你Fail的那些 這條帶是去到最頂拉的 所以Fail下來的話,它的高度會從這裡開始 就不少就上去 那它又要NPC,又要收到拉鍊 那我就買了Tammeridge Gear 那現在竟然來,就可能收到再做Review 那除了那個,我有之前想到 用Hailey那隻Fail pack 2.0 因為2.0都是MCB版 那2.0它就不會拉鍊上,就純粹上摸點上去 而另外它的2.0和之前1.0的最大分別 就是2.0的拉鍊可以開到盡 就可以整個袋180度打開,而之前就不可以 而且2.0裡面就是有無面的魔術貼 那方便你可以organize 些東西 所以最終整件東西就是後面用Tammeridge Gear 調帶用Husa 前面Placard用Astack或者Tammeridge Gear 接著Pouch,那我現在有一個Husa 就上其了一遍 那另外一遍GbPouch,就可能買SS的GbPouch 而Z就用Fail 而Syring就會用它Air Lake那隻黑色的Syring 所以那次有機會收拾整體 就做多個Fail review 但是我都慢慢來 很多年都沒有播放就不急 我都是 還有說回MCP JPC 2.0 就不是限量的東西來的 它雖然少量 但是今年多了幾水 所以那些MISS了的水 就會有等下水 那它的價錢就貴過平時 JPC幾個水 還有我自己已經有 MCP的頭盔和衣服 所以我才貪得意買一買 MCP的頭盔和衣服 MCP的頭盔和衣服